维维安追思会低调 父亲白发送黑发 因乳癌过世 享年43岁的星座专家维维安 追思会16日在一宾举行 亲友们送他最后一程 维维安父亲身保总经理陈连春 一手打理女儿后世 如同他生前一样低调 没罚复文 没有艺人朋友到场 现场拉起封锁线 没让媒体靠近 私底下期的交情也上次 那所以我觉得做朋友的立场 是应该要松开一次 命令老师谢远景 靠自己打听追思会时间 坚持送好友最后一程 怀念这位可爱的朋友 我们一般录影的时候 有时候场地不是很方便吗 换衣不就是酒店方便 这件事情他就会笑我们 就拿来说去笑到你 你会害羞他不会 假计公计共一小时就结束 随今怡灵之二兵火化 尘霸和维维安经纪人NEMO 一起向媒体致意后 互关离去 芳华早逝的维维安化作青烟后 鼓灰江安错三只 娱乐东新闻一路好走 报道 芳华早逝的维维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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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芳华早逝的维维安静